Hello 大家好 莎姐 之前經常和大家說直揚行業 叫大家選科的時候 避得過就避 而今次會選一些比較未來 比較吃香的行業 今次會說職業治療師 或是物理治療師 為何莎姐會覺得將來長遠都是一個不錯的職業 因為現在越來越多人關心健康 以前沒有那麼多資訊 很多時候是職業勞選 50堅還是沒有球爪 以前是沒有人知道的 現在是越來越多這些 亦都會有些職業安全或是弄傷 都會越來越多這些 大家是資訊越來越多的時候 就越來越需要這些人 幫助他們做一些物理治療 或者是做完手術的康復 又或者是在公司上弄傷 要去做職業治療 幫助他們回復水平 是越來越多這些 所以這些人是越來越需要的 而為何莎姐覺得這份是不錯呢 我推介給大家 就是因為他們基本上是不需要輪耕的 我不知道輪耕是否需要 但他們一定是回一個辦公室的 所以他們好像星期六日都不開 星期六可能開 星期日應該是不開的 所以你的相對工作時間是穩定 當然人工未必有醫生那麼高 但是也不低 也是一個專門行業 所以我莎姐會推薦給大家 因為是工作穩定 而且也不會有突發事發生 突發事是另外一些突發事 即不會突然有一個人 咳咳咳咳 那些不會的 但通常就是 他有預約 可能9點、10點、11點 這樣是預約的 那你每個時間都知道你是做哪個病人 那你又不會突然放幾個病人進來 又不會的 又不會突然有些病人急著要做這些 又不會的 所以其實相對工作壓力是會小一點的 那如果你又是讀開這科 那你又有心去幫人 或者你性格上又有耐性 那其實可以鼓勵你去看看 對不對 那如果大家都喜歡 這個頻道 就可以按訂閱 或者Like我 那希望這些東西都幫到大家 那拜拜